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現在有兩輛車 這個質量都一樣 然後現在放在光滑的水面上 有一個人站在A車上面 這是A車這是B車 兩車子一樣 一個人站在A車上 兩車一開始是靜止的 如果這個人的話 跳過去再跳回來 然後跳回來的時候 這個A車跟人也是保持相對靜止 那麼他們說 如果兩車的速率分別是VA跟VB VA跟VB 那麼VA跟VB哪個大哪個小 這個的話我們就看前後狀態就好了 一開始的話他們兩個是靜止的 然後後來的話跳過去的話你可以這樣看 看說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推他一下 推他一下最後的狀態的話是這樣子 最後的狀態是一個人站在這裡 那這個他的速度是VA 那他在水平方向不受力 所以他動量手 一開始總動量等於0 那後來總動量也會等於0 他的動量是0 是等於那個m 加上小m 乘以0 我們假設他是往後退 我們定往右為正 往左為戶 那這個是等於戶的VA 加上多少 加上這個大m 大m的VB 所以我就曉得說 這個大m加小m VA 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是大m的VB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VA比VB小 因為VA比上VB 這個時候是大m 除以大m加小m 這是小1 那小1的話 那我就知道VA 小1 VB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多長 應該要選定